少棒小马联盟南投县选拔赛正式登场 由千秋国小、新凤国小、新街国小、中正国小以及法治国小组成联队 总共四支队伍进行循环赛争取代表权 以冠决队伍为主体组队 将选出最优秀的队伍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赛 去年南投县队伍成功打入四强 也希望今年可以再创加基 这次的是小马联盟的选拔赛 然后由新凤、新街、千秋还有法治跟中正的联队 组成联队 然后由冠军队去组联队 代表南投县去参加5月2号的全国赛 县议员张文慈表示 南投县各国小、国中到高中 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棒球运动选手 也特别感谢各校平时的用心栽培 以及教练、家长的指导与支持 由你们在背后的协助与努力 近几年来南投县的棒球成绩才能持续进步 也期望透过这次的选拔赛 能够选出优秀的队伍代表南投县来出赛 也预祝这次南投县代表队能够在全国赛当中 大方一彩、勇多夹击 我们南投县有相当多支的优秀的棒球队 那其实我们有相当多学校 也是致力于培养我们的棒球好手 展开我们的选拔赛 然后也选出最优秀的队伍 然后来为南投县来征战 那碗池也是要在这边预祝 我们各位小朋友可以荣获佳基 那其实名次都是其次 希望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从中学习经验 然后我们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全国偷偷被少棒锦标赛 南投县选拔赛 就在千秋、新峰、新街 加上中正、法治联队 私职队伍进行循环赛下激烈展开 每一位小选手都非常认真 因为将以冠军队伍为主体 组成联队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赛 尤其偷偷被全国少棒锦标赛 全国冠军就可以代表台湾 前往美国参加小马联盟锦标赛 每一位选手在球场上 都认真地争取代表权 除了是想要为自己争取光荣 也希望为南投为台湾争取荣耀 记者园局南投采访报道